娱乐中心林伟番报导朱哥亮在蓝宝石大哥厅 枪击后 巨星刘文正从美国返台上节目献花让 方夏贵感谢 图资料照秀场天王朱哥亮在录影 盛行的年代 以朱哥亮歌厅秀红遍全台 不过后 他在台高柱 还在蓝宝石大哥厅遭枪击 至于被 机缘音众说纷纭 有人说是赌债 也有人说是餐 秀荡气问题 索性后来平康复 男神十祖刘文正 后从美国返台上朱哥亮节目献花 朱哥亮见到 星本人当场下跪感谢 留下二大天王世纪同台的面 朱哥亮在蓝宝石大哥厅遭枪击后 巨星刘文 从美国返台上节目献花 让对方下跪感谢 图翻 自YouTube朱哥亮1988年被开枪后 刘文正后来就上朱哥亮 听秀特别节目献花致意 让朱哥亮当场兴奋嗨 我从来没有在录影带中跟你同台 当时刘文正在节目中大放表示 他平时在秀场上经常语贺 航吉康红同台 但是就是没有机会与朱哥亮同 朱哥亮听后当场感动向刘文正下跪 并直呼金你能够来真的是太感激了 不过刘文正接着话一转说 他最近刚从美国回来 在美国听到朱哥的中枪消息心里非常难过 当时害怕以后再也有机会同台 不过这次看到朱哥亮很快就复原 当开心 刘文正透露每次坐游览车旅行都看歌秀 朱哥亮笑亏原来你这么闷出去玩还坐游车 图翻设自YouTube刘文正接着大赞 朱哥亮录影带给台湾旅游业的欢笑 真的是不得了 每次坐游览去旅行都可以看到朱哥亮的节目 此话一出让哥亮当场笑亏 原来刘文正这么闷出去玩还游览车 买名车都放在家不敢开 让全场笑翻刘正接着表示 朱哥亮的录影带在美国卖得非常 在纽约就金山的唐人街 朱哥亮的录影带都是最贵的 希望老板能将价钱压低一点 让华人能看一点 一旁的贺义航则幽默表示 朱哥亮这次枪的事情 美国的华侨都相当关心 马上弄一个汤锥丝会 不过听到他醒来后 马上改成朱哥亮月晚会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